目前随着巴黎奥运会逐渐临近 中国拼协在巴黎奥运会选拔时间截止之后 也正式公布国拼征战本次巴黎奥运会的名单 在这份名单中最备受关注的 肯定是王曼玉意外落选巴黎奥运会女单的名单 毕竟大家非常清楚 虽然在奥运选拔积分方面 王曼玉比不上陈梦 但是从整个巴黎奥运会周期所取得的成绩来看 王曼玉的成绩确实比陈梦要更加出色 有球迷和媒体人列举数据对比 在这个奥运周期 王曼玉拿到8个单打冠军和10个女双冠军 还夺得式拼赛和全运会的女单冠军 每个冠军分量都非常大 对比陈梦最近两年的成绩 王曼玉确实要突出更多 结果最终却意外落选巴黎奥运单打名额 有些球迷自然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想要知道 王曼玉到底配不配得上奥运单打的比赛 不妨了解一下邓亚平和刘国梁之前对他的一番评价 从中可以找到答案 首次夺得式拼赛冠军 首次夺得式拼赛冠军 当时那场比赛结束之后 果拼大魔王的邓亚平对王曼玉赞不绝口 那番评价如今很多球迷想起来依旧记忆有深 当时邓亚平胜赞王曼玉 他说祝贺中国队终于后继有人 王曼玉在这场巅峰对决中 赢在一如既往的稳定上面 他的韧性非常好 而且也具有稳定性 另外反手的质量也非常高 总而言之 在邓亚平看来 王曼玉是实力非常不错的王牌球员 也是国平女单名副其实的接班人 除了邓亚平对王曼玉的评价非常高之外 另外一方面 最近张一宁也在采访中明确点名 圣赞孙颖莎和王曼玉 认为他们两人的技术特点以及心态更加好 另外一方面 在之前东京奥运会结束后 刘国良针对王曼玉也有过一番评价 当时刘国良认为 不管是陈梦孙颖山还是王曼玉 这三个球员的实力应该是旗鼓相当 并没有谁能比谁好一大姐的问题 除此之外 当时刘国良还直言 陈梦刚夺得女单金牌 但并没有成为国平的领军人物 从这三大国平名宿的评价中可以看到 王曼玉的实力是非常不错的 应该也有资格夺得巴黎奥运会的女单名额 可惜规则就是规则 既然国平教练组提前公布了选拔规则 而王曼玉不能在沙特大满贯比赛取得佳计 只能被扣掉3000份 注定无缘巴黎奥运会女单比赛 好在王曼玉还能参加巴黎奥运会的团体赛 如果能拿到金牌也能弥补遗憾 不过不管怎么说 对于一名顶级乒乓球运动员来说 王曼玉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 有可能无缘奥运会单打比赛 确实是非常难过和遗憾的事情 毕竟以王曼玉的岁数让他再等四年